週二 矽谷聖塔克拉拉縣衛生局宣布 正式向公眾免費開放健康數據門戶網站 居民可以根據人口 社區位置 種族和收入情況等 了解關於糖尿病 毒瘾等100多個健康議題的相關數據 據經過一年的準備 這個開放數據門戶網站正式啟動 對於普通民眾來說 可以按照人口 種族 民族 收入和社區所在地等信息 搜索和整理出有用的健康數據 聖塔克拉拉縣人口超過176萬 集中亞裔人口逐年增加 占31.8% 根據族裔的不同 疾病相關的數據也有所差異 對於立法者來說 通過統計和分析居民的健康數據 可以更好地 有針對性地制定相關政策 該門戶網站還包含十多個故事地圖 用敘事圖片和地圖相結合的方式 生動地講解 流感肺結核 自殺預防 阿片類藥物成癮等相關知識 新唐人記者谷新月與委 矽谷盛河西採訪報導 我們下載了請回答 請回答 暫暫長 我們下載 今天下載 我們下載 請回答 請回答